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是 一條HKC22 1999年的Paper 2 第13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約一個澳元相當於 4.69個港元 而這個100個日元 相當於5.35個港元 即是甚麼意思呢 不如在螢光幕的右上角先示範 我用黃色這個部分 黃綠色這個部分 就是剛才前兩句給我們的資料 一個澳元就是4.96個港元 還有100個日本日元 就是5.36個HKD 他就問你 即是一個澳元 相當於幾多日本日元 即是橙色紅色這個部分 事不宜遲 如果給我做 首先 我會拿一支藍色筆 留意一下這裡 螢光幕黃色的第二句 它說100個日元 等於5.35個港元 我會馬上寫下 如果是Long Quack的話 螢光幕的左邊 南北就是出街的部分 由於它說的 就是100個日本日元 就會等於5.35個HKD 所以如果我左右兩邊 或者這樣說 我調轉寫可能會好些 調轉寫可能會感覺良好些 由於現在的科技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調一調的位置都完成 就是5.35個港元 就是等於100個日本日元 只不過我把這裡第二句 整句等好左右兩邊 調轉寫的 所以如果我左右兩邊 除5.35個情況下 即是說這邊就是1個HKD 寫好些 1個HKD 是吧 就會等於100 再over 就是5.35個日本日元 是吧 我們得出了一個這樣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會得出一個結論 他現在問我們就是一個歐元 就等於幾個日本日元 那現在一個歐元 在第一條綠色黃色這個公司 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會看到 就是說原來一個的歐元 就會等於4.96個HKD 是吧 不要忘記 對呀 而剛才我們剛剛才看完 就是一個HKD 等於幾個日本日元 就是100 over 5.35 所以這裏 是不是暗藏了4.69 再乘1 乘1 乘1個HKD 所以其實在這裏 你可以重複回去 就是4.96 再乘2 一個HKD 一個HKD 就是等於什麼 從這裏 就是10 over 5.35 日本日元 所以這裏 就會加上去 上片連個單位都轉了 就是5.35 日本日元 直接由HKD 轉為日本日元 OK 所以在這裏 最後按機 你就會出到87.7個HKD sorry 日本日元 已經是轉了單位 都傻傻地 是不是 而事實上 它說答案 就correct to the 日本日元 即答案最準確至最接近的日元 所以其實在這裏 即是換言之 就是87.7個HKD 那7就當然要4.5日 即是88 日本日元 OK 行不行 換句話來講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C 好了 那check check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 OK 那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